给您看一下馅饼 看上去怎么样 放级了 这全是肉馅 你女人好久了 我现在在云居胡同 给大家去找一个据说是宝藏小馆的肉饼 听说句好吃 Let's go 四位 四位 等会儿 你要吃馅饼就现在可以点 馅饼 牛肉韭菜要四个 茴香要三个 大葱要三个 对 屋里占不下人 这个特别的棒 谢谢啊 来自上一桌大哥的馈赠 就这小瓶喝不完 嘿嘿嘿 四张水 最多可容大16个 北京的北冰羊什么大 北京的北冰羊贵 起码6块 喝什么大药 就喝大哥留的 大哥说那个 人家估计拍视频 把logo给撕了 那个大药多少钱 北冰羊多少钱 5块 按照瓶子来讲 应该要大药划算 来个大药 谢谢 会过日子 好醋 这醋绝对可以 来 肉饼了解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馅饼 看上去怎么样 放弃了 这全是肉馅的 辣椒 浇上去 然后醋走你 你想象一下 这咬一口下去 哈里这汤呢 其实就是肉汤跟醋混合的 哇 太香了 太好吃了 辣椒还挺辣 慎放啊 太好吃了 再给你们看一个牛肉大葱的 哇 这个香 而且牛肉大葱的 特别香 这盖一打开 你看一压还有汁水 先倒一个盆 好吃 还脆脆的 太好吃了 这种方式吃了 就不会那么腻 这种方式吃了就不会那么腻 这肉馅真的特别紫 回想的了解一下 满满的肉汁 还可以 吃饭 生快乐 老板 加一个牛肉面 谢谢 看一下他们家的牛肉面 加点辣椒 你能控制一下你自己行不 谁是主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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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再加了 我这一口都没了 好 来我给你来点汤 给你来点汤别加面了 你不吃醋 我也不是很喜欢吃醋 大哥面条是自己擀的 对 一看就能看出来 好吃 下次应该来这家吃面 还有块肉啊 好的我们今次消费 112 这家店应该是在这条街上的一家老店了 周围的街坊都特别喜欢吃 你也算周围的街坊 他没听过这家店 就周围有的街坊 这个肉饼呢 它的馅特别差事 牛肉面也好吃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店在北京还有多少 但这种店的存在 就让我觉得过去的生活并没有造人 曾经的情怀都还在 好了我们下期见 拜拜 最后跟大家讲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大哥的席片心意要不要带走呢 好